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医生 说到沙坦类的降压药啊 它是糖尿病患者比较熟悉的一种药物 它的降压效果很好 那么副作用也比较小 所以很多患者会服用它 但是呢,不同的沙坦类药物 它有不同的特点和应用的范围 选择合适的药物呢 需要考虑患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 说到第一种写沙坦 在这几种药物当中啊 写沙坦的降压力度相对要低很多 所以呢,它也是对于轻中度的 原发性高血液的患者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呢,它也可以呢 很好地去保护患者的心血管的系统 但是这种药物呢,一定要空腹服用 不然呢,会降低药效 第二种呢,就是绿沙坦 绿沙坦的降压幅度也不大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既能够降压,也能够降低你的尿酸水平 所以对于一些高血压和病友痛风的患者来说呢 也再合适不过了 第三类呢,就是恶贝沙坦 恶贝沙坦它是一种选择性的血管紧张素二的受体结抗剂 对于肾小球和肾小管呢 都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而且副作用比较小 不会对代谢产生太大的影响 但是呢,要注意啊 不能用于妊娠期的妇女和肝功能不全的患者 第四类就是替你沙坦 替你沙坦的降压作用也是最强的 药效呢,也是最长的 它的半摔期啊,可以长达20个小时 药效呢,更是能够持续整整一天 如果偶尔忘记服用一次呢 也不用担心会有不良的后果 所以对于比较健忘的老年高血压患者 是在位合适不过了 它也同样适用于合并永相 心血管疾病的高血压患者 但是呢,注意呢 在选择这些沙坦的药物的时候呢 最好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药物 好了,我们今天的健康分享啊 就到这里 希望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我们下期再见